用全心 給了你 了解著微笑 永和區和平裡日前舉辦手語歌唱班 邀請到慈濟師姐擔任講師 教導參與民眾學會手語歌唱 里長劉淑穎表示 透過手語歌唱班不只提供一個機會 讓周邊居民可以相聚在一起聯繫感情 課程中練習手語時也能活絡氣血促進健康 我們今天的課程是歌唱手語 我們英法族俱樂部大概三年前 配合市政府推廣英法族俱樂部的措施 設立了英法族俱樂部關懷據點 還有愛心守護站 今天的課程是歌唱手語 很感謝慈濟師姐義務來教我們手語課 讓我們里內的老人家能夠有一個互動 互動的這個地方 有互動的這個課程 然後能夠增加他們這個 就是他的手語的這個靈活度 然後讓他們能夠在教室裡面 沒有能夠發揮這個 手部的運動跟頭腦的這個記憶 能夠讓他們增加 就是說不要在家裡面空閒的就看電視 那很自然的像現在有時候唱歌的時候 他們會很自然的就去比這個 他們有學過的這個動作 就等於是說 下一次之下他們自己會去動這個動作 實際上效果 就是清起來很輕鬆啊 就不會在家裡 沒有一個人沒事啊 就看看電視 可以來這邊 和平地長柳書雲透過舉辦禮商課程 不只讓長輩每週有事情可以做 可以跟鄰居定期培養感情 也讓居民對於和平地更有向心力 記者蘇建民 新北採訪報導